89年的时候我在武大读书 我是我们武大的学生的领袖 我后来就去北京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待了十几天 我后来在5月31号的时候回到武大 然后在武大又继续参与活动 然后最后在6月9号的时候离开了武大 所以基本上整个武汉的学生运动 也包括北京的比较核心的时期我都在 但是我镇压的6月3号晚上 我不在北京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干吓死 好像有离开 或是那时候想法 我因为当时没有想到会镇压 虽然你看到街上就是那军车开到北京的街头 我们当时组织那个和平赶死队 我当时是一个和平赶死队的头在北京的街头 我们都叫赶死队 就是在头上扎个白色的袋子 都是大学生 我们就是给那些当兵就宣传 就是让他们不要去镇压学生 当时是没有想到 我相信其实直到6月3号那天开枪的时候 普通的老百姓也包括普通的学生 是没有人想到这解放军真的会拿枪去打这些学生的 因为过去所有的意识形态里讲的都是人民子弟兵 跟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是军民雨水情嘛 这共产党多年宣传不都这样吗 我们当时去在那个街上把那军车拦下来的时候 北京的那个普通的老百姓就给那些当兵的送面条 煮好的面条里头放上鸡蛋 那老太太就跟那个当兵的讲 他说你们把这面条吃了 但是你记住 你可不能对学生随随便便的要打学生 语重心长 因为这个场景就当年共产党起家的时候 那不就是很多老百姓去给他们送吃的吗 所以其实是没有人想到的 所以当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 说真的有那种被开枪的危险 我是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 我后来离开北京是因为觉得那个拖的时间太久了 因为从戒严开始一直到后来啊 就每天那个状态天安门广场那个状态啊 其实后来那个状况也不太好 就是比较脏啊 空气也比较污浊 然后学生的那个 因为长时间在那个地方待着之后 那个精气神也不像一开始聚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么那么高的热情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 我当时就认为 就长期这么拖下去 其实是并不好 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天安门的那个会议里头 就是每个学校都有一个代表 在天安门的那个纪念碑的三层的会议上开会的时候 我就讲 我说其实是应该撤回学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既然可以把学生组织来 这是一种能力 如果我还能把学生组织回学校 这是一种更高的能力嘛 更何况你回去了 你上学了 复课了 其实共产党也没有理由去镇压你了 但是你由此就争取到了 你可以自由上街游行的权利 那就很了不起了 你还想毕气功一亿 一次去解决所有中国的政治问题 那不太可能 对吧 我当时是这么一个想法 年纪轻轻会这样想蛮难得的 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参加学运 也是泰国学运 在那个情况下 当然台湾是民主社会 可是大家都会觉得我们要冲到底 然后争取最大的权利 通常不会提早觉得 我们先建好就熟 比较不会有这种心态 我觉得可能是民主社会跟共产社会上面的一些 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恐惧 我觉得是相对少 但我的观察 因为这个学生运动我参加完之后 就街头运动 在这种街头运动中 包括这种群众运动中 越激进的这些人 往往会得到认可 越是理性的 实际上不太会得到认可 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群众中 你喊的口号越激进 你会赢得越多的支持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是明显有这个感觉的 当然因为激进吸眼球 这是一种方式 可是那个时候太阳花 还有一种做法 大家那时候讨论 是把太阳花当作一个指标 其实是让民众觉得对他们有好感 所以因为你太激进 社会比较容易不支持 所以还是有包装跟行销成分在里面 好像不完全是一定要走到 不过年代也不太一样 那八九年 然后我们那是201314 所以大家会想到更多的 就是宣传跟那个网路形象 这方面的事情 那可是你刚刚说到 你自己都有参与六四的时候 那在央视里面 大家会讨论到说 那我们6月4号 我都在那边了 那6月4号的东西 我们都不能在新闻上面讨论吗 不是的 我跟你讲 就是说央视内部的人 很多人在六四期间也参与了的 What 所以大家私下会讨论吗 当然了 就是因为大多数是同龄人 就是我进央视之后 我30多岁的时候进的 其实央视的主创人员 基本上也是30多岁的 我们基本都是同时代的人 同时代的这批人 其实当年都参加过八九六四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在央视工作的人 当时比我们年纪大的一点 比如说40多岁的 当年八九六四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央视工作的人 其实也有一批人参与了的 你们可能没有印象 因为当时 你们在台湾看的不太多 央视当时的主持人 薛飞和杜剑 在念那个戒严令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不抬头 那天晚上该他们俩值班 让他们去念戒严令 他们俩就 他们也没有办法违抗 对不对 就新闻联播 但他就不抬头 一眼都没有抬 其实是抗议 所以大家知道 他们那个时候是不太爽的 他们这个播完之后 就再也没有上过 这有点像台湾对周子瑜 当初道歉的那个印象 大家都觉得他是不情愿的 后来他就 就从央视就离职了 还有我们当时新闻部 有一个主任 其实他当时就支持那些记者 到那去线上去拍 后来就被拿掉了 居然那时候央视内部会有人 想要叫人去拍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每年开年会的时候 他跟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都知道他是因为八九六四的时候受影响 这辈子的永远上不去了 永远上不去了 大家都很尊重他 我现在三观尽毁 因为在台湾人说 央视就是大外宣 不是因为其实他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 这个单位中间 这是由一个一个个体构成的 对不对 而且八九年 你们可能不太清楚 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社会动员的程度 是延伸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 每一个角落里面 人民之报也上街游行 当时媒体中间 有一个家叫科技之报 科技之报也是共产党办的报纸 科技之报当时报道八九六四的时候 报道是最多的 天天的第一版全部是图片照片 然后你们还不知道 警察也上街游行 就是警察最后都上街游行 所以就是体制内的很多人 实际上在八九六四的时候 上街游行 支持学生 这一点不奇怪 所以央视内部的很多人 参与过八九六四 并且同情学生 支持学生 这个实际上不是秘密 很正常 可是接下来的30年 每次遇到6月4号的前后 可能三四天 就是基本上全网要 不止30天 后来到 整个月之类的 从5月4号开始 到6月开始就行了 对就是 然后网路上有四的 或者是小说里面之类的 有这种字的都要尽到 可是我好奇的是 那个时间 你们要做新闻的时候 尤其是这么多人有参与过 你们那时候内心 会有什么样感受 我跟你讲 大多数我们这些人都认为 八九六四 早晚有一天会平反 只是现在就是这么控制而已 但是历史它总归是律史 因为大家都知道 军队镇压学生这件事情 你从任何角度去论述 肯定是错的 对没错 对不对 你现在只是不让老百姓知道 或者说你不让大家说 但是终归有一天 允许说的时候 允许讨论的时候 这事情还需要论述吗 所以它一定会被平反 这一点毫无疑问 可是因为现在中国政府的 控制跟洗脑 是用整个科技在做的 其实年轻一代 他们可能 就很多人都不知道 去年不是才一个直播主 在带货的时候 然后就要拿一个 蛋糕什么样蛋糕 就翻车了嘛 我说哇你真的好蠢哦 就是你要渔民 然后要控制大家的思考 不让大家知道律史之后 反而会被反咬一口 这不就跟国民党当时 控制那二二八不一样 对不对 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最终开放党禁的时候 大家重新去讨论 然后二二八就重新 回到了公众的视野 我相信大陆也会将来 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我感觉起来 你对中国的未来 还是挺抱有 蛮光明的希望的 尤其是至少在我们 是因为台湾人 我们看的时候 尤其习近平才刚连任第三次 然后maybe未来会有 四五六七八九 都可能看他摘谁的器官来换 所以就在我们眼里会说 哇中国这样下去 是真的有希望的吗 我们蛮悲观的 我们 就是看你用多大的历史尺度来看 谢谢